5、4、3、2、1 2019亚洲教育杯总决赛之夜 于2020年1月10日正式开赛 敬请期待 高级分析师Sky Sky外汇学院院长拥有12年金融投资经验 国内外房地产投资经验 精通与把握外汇 大宗商品市场 以及相关金融市场波动 擅长各种技术分析 经验投资法则 以及危机入市法则 全职交易者 国际知名券商特约分析师 国内外分析师专栏特邀作家 哈喽大家好 我是ACY西文中介的Jony 欢迎收看本期金融百老会 上周临近美国圣诞假期 贸易情绪好转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黄金避险需求 国际金价陷入窄幅震荡 日均波幅仅仅达到6美金 上周五 美国确认第三季度经济小幅增长 在强劲就业市场支持下 美国经济基本维持温和扩张 最亲乐观的经济数据和围绕中美贸易的好转 强化了人们对于美联储近期不太可能再次进行降息的预期 美股上周五再次刷新历史新高 用来衡量美元对一篮子货币的美元指数 上周表现也是非常亮眼 因本周将迎来国际假期 市场热钱纷纷陆续离场 预计市场将相较此前更为清淡 同时交易者也应对可能出现的黑天鹅事件保持警觉 随着时间推移黄金以运行至面临方向性选择的重要关口 技术面走势中多空大战一触即发 原油周五突发跳水 收盘价堪堪站稳60.00 油价会不会延续盘围走势继续回吐涨幅 接连向掌道琼斯指数是否会再次刷新创纪录高位 本期金融百老会我们邀请的是高级分析师Sky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于年末相关品种的一些看法 哈喽Sky你好 嗨主播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Sky 那再过两天呢就是这个12月25号 是这个耶诞节 那在这个先跟各位说声耶诞快乐 那25号呢当天呢因为是这个美国他们的大节日 所以在当天呢也会因为这个节日而做一天的休盘 所以投资者就必须要注意一下 那再来呢我们还是一样回顾一下我们这个国际财经的部分 那这个国际财经的部分来看的话呢 最近我们先看一下黄金好了 那黄金其实在每一年的这个12月 都有比较多的机会是呈现这个盘整的现象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黄金也一直持续在这个1470到这个1480之间做一个盘整 那基本上来讲的话呢按照这个季节性的现象 在每一年的1月的时间 黄金都会有机会往上做一个上行的动作 那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就是看看说这个过了圣诞节之后的下一周 就是1月之后呢看看说这个黄金是不是能按照这个过去的历史 能出现这个季节性的上涨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来讲的话呢 在1月来看的话呢 黄金很有可能会上看这个1510左右的价位 那目前来看的话 黄金在技术分析上来看 它不能跌破1470左右的价位 如果它跌破1470左右的价位来讲的话呢 它很有可能就会往这个1450左右的价位前进了 所以这个是投资者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那假如说呢 它能在这个1470的上方做上行来看的话呢 在下个月 我们就会先看这个1510左右的价位 再来是看1550 那最后呢最终的目标是1620了 那我在这个之前我一直有强调过就是黄金 如果要是看到1620的价位的话 一定记得要把这个多单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不然这个1620呢 有可能看到之后会有机会出现一个比较剧烈的下行 那再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道琼斯指数 道琼斯指数呢 在这个近期 在这个12月初的时候呢 它有一波的下跌 那跌到这个最低大约27330左右的价位 那这个随即的这个因为这个我们这个中美贸易的关系 有了这个良好的进展 所以呢从这个12月 大概12月6号7号之后呢 开始慢慢的往上走 那这个往上走 目前现在也看到一个历史的高价 就是大约是在28500左右的价位 那这个价格来讲 因为在这个技术面的部分 已经向上完全突破所有的这个压力 那在这个上行来看的话呢 这一波的上行很有可能 会在这个1月以前 就看1月底以前 就看到这个28900左右的价位 所以这一波的道琼斯指数上行的这个空间 其实还是有的 那这个投资者也可以留意一下道琼斯指数 是否会看到这个28900这个价位 那假如说有看到28900这个价位来讲的话呢 我会建议这个投资者这个多单 能做一个获利的了结动作 OK 这是道琼斯指数最近需要注意的地方 再来最后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原油 那原油最近呢 这个都是呈现一个慢慢往上涨的格局 这是一个盘涨的格局 那高点目前已经看到这个61.4左右的价位 那这个上周五的部分呢 遇到这个61.4之后呢 就开始向下跌了 那为什么61.4会向下跌呢 因为61.4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压力区 所以原油涨到这个61.4左右的价位呢 就是出现了这个震荡回落的情形 那这个想要做多的朋友来讲 那想要做多的朋友来看的话呢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这个58.8或是58.9左右的一个价位 可以再来这个逢低买进 那原油假如说在这个58.8 58.9的位置 如果能这个直稳的话 那基本上做一个整理之后 应该会继续再往上做攻击 那基本上高点来看的话呢 会有机会看到63左右的价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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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